4月18號之前 其實這段時間 包括這個廉價的時間 一下子朱跟吾會面破局 然後又是朱跟王跟吾的 現面破局 這個天王們 太陽們的紛擾 其實是讓基層非常非常焦慮 也就是這一段時間的狀況 讓徵召的聲音越來越強 剛才玉銘講說 主席的高度當然一定要有 因為也唯有他有一定的高度 那才有機會來去做協調 當然主席如果可以 更明確表態 我覺得也唯有他自己 明確表態說我不選 我就是未來幫黨服務 把大選贏得回來 就是大家沒有私心 才有機會大家互相來去協調 甚至是過去國民黨的做法 就是幕僚先來作業 作業完了之後 大家有機會 大家一起坐下來談 個別談完之後 然後再一起對外 這是國民黨過去長期 協調的方法跟方式 現在電子手機 智慧型手機這麼方便 其實大家私底下 拍一個幕僚出來去溝通協調 了解每一個人的做法跟想法 其實都不困難 在很多人看來 這麼簡單的事情 為什麼要弄得這麼複雜 這也就是現在基層 對於國民黨 黨中央也好 這幾位大家有一些 不同聲音的地方 看到民進黨現在分裂的狀況 國民黨當然是真的要團結 所以我心裡想到 最好的畫面是 4月18號那一天當韓國回來 或4月19號 幾位天王們 大家在中央黨部 大家握起手 那個畫面多好 一起接機 不要說接機 我們不要說接機 我們不要說接機 接機就厲害了 在討員機場 我們不要說 我不敢說 當然有那樣的畫面 龍介跟班冷笑兩聲 那就是我們吳主席的高度 就又凸顯出來 但是我覺得 有可能4月19號 大家在中央黨部 大家先握個手 然後這10天的時間 就是最好作業 無論是透過幕僚 先私底下跟黨專家做溝通 在吳主席宣布說我不選 我就是全心為黨 把這一檔打贏 我有一定的高度出來 我覺得這樣才有機會去溝通 現在看起來 在外界看起來 大家的互信機制是薄弱的 人跟人之間 如果互信機制是薄弱的 怎麼去溝通 大家都覺得彼此有私心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現在這個階段 必須放下小我 才有機會贏得2020的大權 否則面對民進黨 這麼會選舉的政黨 韓國瑜說好像妖怪一樣 手剁掉兩隻 馬上又可以伸回來 團結是他們 本能非常厲害的地方 國民黨不團結受的是內傷 民進黨不團結 可能是外傷受 但是他們複合得很快 內部還是很會團結 我可以幫大一大就好了 對 所以我們內部不能受傷 所以在現階段 黨中央的協調跟運籌帷幄 跟溝通當然更重要 我覺得無主席如果表態得更明確 大家彼此建立一定的互信機制之後 溝通就或許可以有績效 但是無論如何 結果是一定要出來 當然剛才龍介大哥講說 不要太晚 不要太快 但是我覺得也不宜太晚 到底哪一個時間點是恰到好處 對國民黨來說 完全在野 但是又可以把兩岸跟經濟的論述做好 又可以讓大家各就各位 還有包括後面 還有非常複雜的 不分區要提名 大家位置怎麼去擺 平安心講朱立倫 他的人脈非常豐沛 王院長他的組織 其實非常擅長 吳主席最厲害的是 布局很厲害 當然韓國瑜是現在人氣最旺的 所以每一個人都是國民黨的資產 缺一不可 所以進入初選的階段 那就一定是內傷 所以現在基層民眾 就打電話進來說 你們如果要初選 我就今年絕對不去投 所以對我們這種要選舉的人來講 就會很害怕說 四年前很多軍公教都不出來投票 明年如果又搞一個 這樣的狀況的話 本來我們選舉 就非常艱困的地方 會不會明年又因為這樣的狀況 大家又不出來投 看到國民黨不團結 所以天王們的紛勞 會造成基層選票的流失 我覺得中央要聽到這一點的聲音 中央過去 其實在協調過程當中 也有三顧茅庐 坐在車上等到晚上 都一定要敲門進去 等到開門親自溝通起來 我覺得這些動作 當然也都要想辦法去做到 無論如何 陳毅座的足 大家有辦法把新房打開的話 我覺得就有機會溝通 當然我覺得龍介剛才講的就是說 讓中常委黨代表去連署 這也是由下而上的方式 但是無論如何幾種方式協調 我覺得都可以看到很清楚 現在基層要的就是最強的人選 我會去 請問有任何官方的會面嗎 官方會面 你們要先報備 這個不然要罰5萬 這個市長提早去的確是時差問題 上個禮拜還在討論這個問題 如果按照原來的行程 他當天早上8點到波士頓 下午2點就要演講 當天 所以這的確是很硬 市長對英文演講 他有黑眼圈 不是黑眼圈 他怕會打字 他這個不是牛津的英文 他可能是台灣腔的英文 所以其實我知道 他其實大概已經看稿子 已經看一個月了 他看稿子已經看一個月了 那稿子一直在改 結果要先講這個稿子 你要透露一點內容給我們知道嗎 當然他在第一所在哈佛大學 他講的是兩岸關係 這是應哈佛大學他們的要求 因為我想東岸比較好奇 到底韓國瑜對兩岸 美中台的關係有什麼看法 所以我覺得 其實本來他是要講 九合一大選之後 台灣地方政治的變化 但是看來東岸比較想要了解 他到底對於兩岸有什麼看法 所以你說這個不是面試嗎 我覺得也像面試 因為美國人想知道 他對兩岸關係的看法 他可能是一個 未來可能的總統候選人 甚至變總統 所以這場演講的聽眾當中 搞不好會有重要人士 我們期待 最新的回報的消息是說 因為太多人打電話 到哈佛大學說我要進去聽 要求他把這個 不要變closed door 要變open出來的 讓大家都可以去聽 但是真的太多request 聽說已經上千上百人想要去聽 後來哈佛大學就決定 把他變成是一個對內的 但是據我了解 還是有一些DC跟紐約的 可能會飛過來這邊去聽 所以真的有華府的人會來聽 是有可能的 更何況他這個不是單純演講 30分鐘的英文演講之後 有個90分鐘的Q&A 就是他接受人家的尋打 所以表示說可能只要在 你又要在讀的暗示 這是面試 很像面試 我覺得這就是 依照整個辦理的形式 你也覺得說 就是要去多多了解 到底韓國瑜對於 美中台關係的看法是什麼 所以這是在哈佛大學 隔了幾天到史丹佛大學 他實在也是個非常有名的 福佛學院 福佛學院其實也是在史丹佛大學 來研究東亞關係 中國問題 很重要的一個機構 他講的當然是講 台灣的地方政治 但是我相信 還是會被扯到兩岸 因為台灣的政治跟兩岸 脫離不了什麼 會從地方政治談到全國政治 就會問他說 你到底回來要不要選總統 地方政治就是全國政治 所以我覺得 韓國瑜這次去 這兩場所謂的學術 還是脫離不了跟政治相關 以美國人對韓國瑜的好奇 他們一定會逮到機會 你都來到我這裡 我都要把你問候 穿車跟放你走 不然你就讓你飛飛飛來一次美國 所以那哈佛那邊 史丹佛這邊 他們都已經採取 完全是closed door 完全是不讓媒體也不能進去採訪 然後其他外面申請的人 校外之的人都不能進來 但是會不會有一些智庫的學者 或者是甚至一些社台人士會去 我覺得這是可以期待 當然我們也是尊重主辦方的 一些邀請 我覺得是這樣子 另外其實這一趟的訪美行程 另外一個亮點 我覺得可能還是在於瞧見 今天從波士頓到洛杉磯 到舊金山 他那個廠子已經加到 沒有辦法再加 還加了一個包子早餐會 專門吃包子的早餐會 聽說是上千人 幾百人到上千人 在洛杉磯 以前燕秀也在那邊唸書 那個矽谷那一場更是離譜 3000個位置半個鐘頭就秒殺了 3000個位置在什麼場地 他在一個conventional center 就是他們的那種 在美國有一個展覽館 就像我們台灣這樣 南港展覽館這樣 整個展覽館包下來 他只有賣一張票20塊美金 就是一個演講會 3000張馬上就賣掉了 到時候我覺得這個僑胞 在當地那個熱情 我覺得 那有點像是那種拱韓大會一樣 而且你要知道說 其實韓國瑜 他去年在選舉的時候 就已經很多的華僑 是飛到高雄來的 很多無論在臉書上面 或是真的親自跑到高雄來 等於是說韓國瑜 他現在在華人圈子裡 等於是有一種 被人家拱在上面那個味道 你覺得這樣子 還能不選總統嗎 我講到這個我覺得 上個星期 我們從大陸回來的時候 然後吳主席拋出一個說 要跟每一個太陽 以及韓市長見面這件事情 我倒是比較認同 玉敏跟彥秀講法 我認為說 你應該把這幾個表態的太陽 你先溝通一下 對 還是要溝通 吳王珠自己先會一下 我覺得他們要先會一下 反而你先見了韓國瑜 我反而覺得是憲他也不易 你會讓人家覺得說 那好像韓國瑜他在 自己找方向球 他要選 你以為他是 他是唯一的主角 對 好像說他跟主席說 我不排斥 甚至說我要選了 那你把他們擺平了 那我覺得這樣子 對韓國瑜憲他也不易 反而是這幾個黨內的大佬 已經有意思要參選了 我覺得和黨主席用 什麼樣的溝通方式 用協調的方法 然後大家有一個共識之後 所以我們再來看 韓國瑜市長 譬如像龍介講的 你的態度是怎麼樣 字幕提供